油价国际原物料价格水涨船高 连带着整体的物价也跟着寒涨 但民众的薪资指数却跟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造成了通货膨胀 专家分析这是全球正面临的输入型通膨 进口物价指数连年飙升 代表着厂商必须花更多钱进口原物料 而这些成本都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这波通膨预计明年才有机会趋缓 不过也有很多的小事业者咬牙洞涨 就怕调涨价格反而让客人不敢上门 热腾腾白饭淋上卤汁 国民小吃搂肉饭同盘价位超清明 不过现在原物料价格不断飙涨 都有涨很多啦 只有自己吸收这样子啊 好 生意迫走 现在生意真的很迫走 都起床 起床六次 猪肉啦 酸菜啦 成本都涨了啦 我们不敢涨 因为涨了怕客人跑掉 从柴米油盐到猪肉 业菜类统统掌声响起 要想撑出动涨 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专家分析台湾正面临 通货膨胀的问题 因为美元的一个算是比较长期性的走扁的一个趋势 导致这个进口的大宗物资 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是持续的飙涨 那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在我们国内 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这是属于一种所谓输入型的通膨 主机总处公布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率 九月同期涨幅超过百分之二十 反应厂商进货成本的顿售物价指数也连年飙升 这些成本将统统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通膨的话现在看起来因为应该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啦 那很快可能就是在明年 那美元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走势呢 那这个持续走升的这个原物料跟大宗物资 这个趋势就可以获得一些舒缓 全球经济力拼复苏却同时面临通膨问题 预计持续期间至少得到明年 这段期间政府要是不出手稳定物价 民众手中的钱只怕将越来越薄 记者林权金黄卫财特别报道